我不是特别喜欢的 随便一态 轮胎一星 百年传承 素食代表 东哥林 俩人360 金刚火方 52块钱 冬瓜绵软入味 口味咸鲜 挺香 瘦肉部门是猴头菇 为什么要用猴头菇呢 它猴头菇做熟的时候 它是一丝一丝的 特别像瘦肉 还好 不难吃 可以改善的一部分 冬瓜表面那个纤维部门 还看得很清晰 做得不像 这应该是拿酱油把冬瓜上面先浸一下 这个颜色浸到冬瓜的皮下之后 一炸就定型了 而且它上了色了 上面这一层就特别的像 松手鲑鱼 129 信宝菇做的 味道酸甜 酥脆度差一点 蘸牙 蘑菇本身表面它不容易吸着电 在这上面挂两次粉 这样它表面会挂得更厚一些 这个处理就稍微差了一点 味道没问题 宫宝鸡丁 32 豆腐做的 真像腌过的这种上姜过的鸡丁 细品的话还会有豆腐的味道 口味拿着接着还可以 里边放了豆瓣酱 传统这个宫宝鸡丁 它是不放豆瓣酱的 有点独特 挺好吃 立香红糯肉 39块钱 瘦的部分有痰的那种感觉 做的香酥度还是挺好的 但是肥肉部分没有那种肉质的香味 毕竟是素材 口勺还挺准 再尝一下这个板栗 板栗是灌豆制品 清炒蟹纹 49 绵软 胡萝卜 土豆一起制作的 传统的一道宫德林的素菜 但是像蟹好像还差点 蟹粉它是有点口感的 这个有点欠乎 整体味道 甜咸味不难吃 宫德火腿 49 有韧性 都是豆制品做的 宫德火腿也是宫德林的老菜 整体的口味 甜咸 甜味有点重 咸味稍微差了一点 由于甜味为主 所以这是典型上海菜的口味 反而我不是特别喜欢 错过总结 俩人呢 360块钱 这次我们为了品尝多点了一些 人均100块钱也能吃饱 菜品的口感口味呢也还好 要是想尝鲜或者有特殊的需求 过来尝尝可以 真奔着好吃的话 还是真肉真鱼吧